在这次民主党各个参议员的候选人里头 一个非常重要的是Pensilvania的民主党候选人John Fetterman 他中风了 他出气的时候口齿不清晰 然后他一步一步坚定的让自己慢慢的复健 然后他还是参选 在电视辩论会里头他的表现并不好 但是随着时间他到处拉票清和的态度 人们觉得他说这个时刻风中残煮的美国经济 风中残煮曾经是钢铁州的Philadelphia这个城市 他们正需要像Fetterman的精神 这个有点像当年的小罗斯福得了小儿麻痹症以后 在大萧条的时刻当上美国总统的情况 当然小罗斯福的演讲没有问题 他不是中风 他是小儿麻痹症 而整个这一次民党选举之后 最重要的是拜登 拜登的支持度是39% 其实拜登要赢只有一个朋友可以帮他忙 这个很讽刺 那个朋友叫做川普 因为只有反川普拜登才能赢 那如果川普在共和党里头被做掉了 或者是某程度人们很清楚地把它换掉了 认为他将是阻挡 共和党取得2024大选的主要的石头 换成了Dissantis的话 那拜登对上Dissantis 拜登未必会赢 因为过去美国的总统记录里头 支持度只有39%的总统 除非拜登可以改变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他很难连任成功 当时川普在任内的时候 他的支持度就39% 美国历史上 还有一位39%支持度的总统 他就是London Johnson 他因为越战 他的支持度从70%掉到了39% 他直接的宣布不进去了连任 而拜登说他要到 明年年初的时候 深思熟虑才决定 是否要竞选连任 某个程度 他根本没有提拔 民主党的新的政治明星 而他选择的副总统贺锦丽 不可能成为人们觉得 是出色的总统候选人 他想要竞选总统的野心 跟明白的意志力 从他的副总统选举里头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选择就代表了 他并不希望民主党 又可以挑战他之人 要说不担心民主党在其中选举中大败 绝对是假的 因为从历史上来看 反对党掌控国会 对美国历届在职总统来说 绝不是罕见的事 有研究指出 若现任总统的支持率不到五成 输掉的众院席次将会高达37席 拜登的支持率近来只有四成 选签多项民调同时预测 共和党极可能掌控参众两院过半席次 上演大获全胜的红潮 但八号晚间开票后不久 这个人为民主党选情注入了一记抢行针 每个人vez每个國家 每个都大起 每个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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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SomeoneVill sincerely 云州的民主党候选人 费特曼 击败了前总统川普力挺的 共和党候选人奥兹 成为民主党其中选举的最大惊奇 届年53岁的费特曼 今年五月中风 差点丢掉性命 外界原本不期待 他能为民主党抢下 原本属于共和党的参议院一席 但对手奥兹在最后竞选辩论中 主张女性能否堕胎 必须由医师和政客决定 这句话成为奥兹的最大败笔 也让费特曼拿下参议院最关键的一席 而相较于民主党演出的宾州惊奇 共和党的川普惊奇则没有发生 川普在密西根州和亚利桑那州 支持的州长及参议员候选人 不是输给了民主党 就是陷入苦战 川普大军表现不如预期 红朝也并未来袭 川普大军表现了一席 川普大军表现了一席 拜登在选后第一场记者会上显得意气风发 因为选前曾有声浪批评 拜登执政的满意度屡创新低 可能会拖垮民主党选情 还有人预测说若民主党在其中选举大败 即将满80岁的拜登 很可能不会是民主党2024年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不过随着民主党的战机出乎预料 拜登似乎松了一口气 暗示明年初就会正式宣布竞选连任 我认为私将 going run when i announce 那么不要向我 zich acquaint 我认为我看 مع了今天 但我要一个当时く属结 这是一个家园的相维 Ich认为我不要用我 但是我认为我la autumn 然后就是会节目用也会 太好了 总共的年度是在于yt识 只副 candidate 说明 About Mr. ベThree Osman 我們會看到那個紅色的波子 我們看到美國人真的超過拜登 所以這真的不太關注拜登 這就是選擇選擇 拜登真的試過這一個選擇 川普的美國和拜登的美觀 媒體報導指出 拜登政府已有預期 會在下一個國會會期中 面臨共和黨多項咄咄逼人的調查 所以早已開始找專人負責因應 據了解 白宮會加速因應對策 搶先對輿論打預防針 強調一切調查都缺乏法律依據 我覺得我們會看到 每個兩年都會看到 其實我認為他們是 政治勢力的調查 沒有很多法律 我認為希望有批准是出門的 拜登剛上台時 嚇著參眾兩院 都是民主黨議員過半的氣勢 雄心壯志地推出疫情紓困 加強基礎建設等大型法案 如今在共和黨掌握眾院後 這些大型法案都可能面臨重新檢視 換句話說 不再有立法優勢的民主黨政府 接下來必須轉攻為首 確保這些被拜登政府視為主要政績的法案 能夠順利進行 而另一個讓民主黨無法忽視的焦點 是那群質疑2020大選結果的川普兵團 很多政府政府擔任 政府政府擔任 各自民主黨投票 政府政府擔任 中共總統發言 任何愚蠢 反正經過 政策 中共總統發言 民主黨 總統發言 民主黨 這年來自民主黨 民主黨 政策 美国该州州长和州务卿 通常对该州的选举方法 以及选举结果认证 有重要影响力 虽然这些拒绝承认川普败选的人 部分人在其中选举吃了闭门根 但还是有约一半的人 当选州长 州务卿和参议员 他们对2024大选的影响 是大是小 没人敢说死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曼评论说 美国民主制度在这次选举中躲过一箭 但拒绝败选派仍在左右对立 及社群网站充斥谣言的现象不变 民主选举能否继续躲过下一箭 全仰赖理性的独立选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韩诺 专 Bru cis 态度 ί compar中赶苟 冇赌兰 quod 夫卤 好的 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